回到童年 不过确实能有一些坐的吧 确实能找到一些小时候的感觉 但是街里街坊的这种感觉 跟小时候确实不一样 咱找一个能上房街瓦的 在屋顶上喝 这儿能上房 但是这个房顶还挺有特色 晒着太阳 发发呆 这地儿不错 聊天 晒大眼 你做这个企业有多少年了 16年 16年 07年12月份成年 到今年15年 不到16年了 按说从 你要从以前那种老的企业 或者老字号来说 16年 应该我感觉比那个时候 比过去发展的要快 16年 你现在做到已经上市了吗 谈不上吧 经历了 疫情前的一些波动 这三年疫情 企业也经历了重生吧 怎么叫重生 因为过程中 在慢慢的 当然不是从零起点 肯定的 在慢慢的爬坡吧 其实可能这一路你也看我再打电话 比较竞争嘛 比较极简 责任比较大 而且吧 我觉得 有时往往 其实确实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 人呢 得有社会属性 就是完全 就即使到了 去了国外 或去了加拿大 也是要工作 社会属性 这当时是第一次的 这种防骨牌了吗 叫防骨风格 它是什么 环保型的是吧 对 这叫 当时 当年叫做 撕网印技术 那时候呢 撕网什么 撕网印 撕网印刷 这个当年是 就是公司起步的时候的 就是2007年成立 2009年的时候做的第一个 北京市的重点项目 它是当年要模仿 这个东四牌楼的造型 包括你看这边是这个主牌楼 而且当年的技术 还比较没有现在这么成熟 这种大的包柱 是当年首创 国内首创 这是你没有多少项专利 我记得 是吧 对 当时申请了一项发明 和两项实用心形 特别是这种弧形柱 其实那时候能用金属加工 做出这种弧形造型的时候 就这种连续的曲面弧形造型 是挺难的 你看包括这个柱面大体梁柱 你看到现在 你何以看到它的车 咱们可以理解为它像汽车表面的车漆 对 有些如果十年的车 可能和现在 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个 你可以仔细看 目前还保持 震光瓦亮的还是 还真是 从侧面看 特别明显 十多年的这个作品 从小毕竟也是在这长大的 对 这个很关键 对 所以咱现在 咱出去 看看 你和这个东四的故事 来这边 来到这个东四牌楼 但是这个应该不是 这是还原的牌楼 但位置应该也不是这个位置 对 理论位置是那个 应该那个街那边 对 街口 当时你对 我记得你说这牌楼 老的 真正的东四牌楼 是跟你们家 还还有 跟你爷 这个不知道 是我爷爷吹牛啊 还是我爸爸吹牛 因为这是我爸爸跟我说的 说东四牌楼 当年是我爷爷把这个牌楼 买下来 送给我奶奶的生日礼物 嘿 太浪漫了 现在话说 对 但是呢 是不是吹牛逼 咱就不知道了 这个我相信没必要 这个 因为这个 其实我爷爷作为 当年这个解放前 比较大的木材企业主 是做的比较大的 而且呢 那时候木材用于衣食盖房 还有做棺材 其实我爷爷是做棺材铺 起家的 哎 那是碟门那个吗 不是 就是前身那个地方 就是北京红庙那个 木材厂 就现在被金玉集团就红庙那 红庙那个 这对面改成菜市场了 这菜市场就只有 原来就有啊 我还真不知道 没 到你们家了吗 我去你们家门口 原来这 放了一大牌的绿加鸡桶 我现在身份证还是这个 我就带这个吗 那边去不出 不要等他 这个 这是后盖的 你看这老房子 只能是那种吧 那已经 我估计很多人都已经不住这了 你二次再创业和 最初创业的时候 这个心态首先 你刚才你说的起点不一样 心态上 也不一样 就主要 其实我想了解的就是说 原动力 跟以前肯定也不一样 对吧 现在的原动力 你现在原动力可能就是一个 就是不光是社会责任了 就是一个责任 但是你刚开始原动力的时候 可能还到不了这个高度 刚开始来做的时候就不是责任 那时候就是追求吧 财富的追求 这个 事业的一种追求 就是一种成功感的追求 当然肯定是财富现在追求在前面 然后现在在弄的 我觉得更多的 社会责任是第一 其次就是家庭责任 家庭责任就是孩子 爱人 怎么能够在10年以后 这个家庭能够 希望果然自己想象的成果 那天我突然就是前一着看了一本书 叫一类 英文版叫outlier 很巧 他这本书的 作者是个加拿大人 然后他里边提到一个就是时间点的问题 时间点和机遇 它是能够match成的 后来我就突然想到 我说像咱们这一代75年 1975到1985这个10年的一代人 我说我们的时间点我们赶上了什么点 然后能够抓住这个点的人又有多少 我觉得你就是属于抓着点的那一类人 少数人 从事业成就来说算抓住 但从自身家庭来说 确实也是创业九死一生 我觉得咱们必须讲 不能就是要讲实际的 从事业上来肯定有很多我的作品 不管是大兴机场 还是北京地铁 还是成都天赋机场 很多国际国内的知名的一些见解 但是从家庭责任来说 确实创业时间早了 对于家庭来说牺牲的比较多 不管是我的爱人 包括我家庭给家庭创业中带来的影响 就是九死八成 因为你事业做的过程中就是这样 没办法 因为你没有办法 比如疫情这件事 你是没办法判断的 对吧 包括企业精英过程中的管理的问题 一些你没有看到的问题 企业家都会遇到这种 没办法 因为它更多的是责任 企业家是创造了一些 中国的企业家创造了社会活动 和同事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但是也给自身 只要是实在在做企业 当然我们不能讲那些做P2P的那些 他们是做很多 但我们支援企业家确实被了很多收入 当然了 哪个也讲回过头来再看年轻时的问题 管理的经验 一些当遇到一些问题的处理方式 当面临很多机会的时候 那个点的时候的兴奋把握了 但是后续的管理 疫情打来了不可控的因素 所以产生了 希望 我还是希望我的下一代 能够平平万万的做工作 有个好的家庭 这是我希望 我希望他去再去创业 这个 你看 Oh my God 数学 当时你做这些事的时候 你包括东四 地铁 包括大兴机场 做这些大的项目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祖辈的那种精神 或者说什么 因为是这样 就是 其实我父亲给我讲过 我爷爷的事儿少 我爷爷所以我只能感受到 他描述的那些西枝末节 就是说 爷爷是做过企业家的 但是他没有传真 因为我出生时 我爷爷就不在了 我父亲就是工人 他也没感受过 他那一代也不在 那我觉得只能说就是 就是学业里流的东西 对就是 就是个性格吧 就是 不是什么人都都会 很多人就是大家 性格中我就上班 我就去企业中 一步一步上升 有的人干到 我呢就是从 进入国企的那一天 就开始 就觉得国企生活单调无畏 就去了外企 从外企干一干觉得 也就这样 拘束管理 那就出来折腾 所以就到今天 我们所说折腾 其实可能就是 就不满足于当时的现状 那现在 你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啊 那天跟我的那个小一同学也聊过这个事 就是我发现 你现在做你作为企业家 你可能感受不到 但我相信你的员工可能会有这种感受 嗯 因为运行成本 嗯 变化了提高了 那你作为企业也好 你不可能光一味的去 这个照顾员工这种责任 你还要 你首先你得自己 先 先生存下来 嗯 对吧 那可能就会面临到一个裁员啊 这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身边的同学 那有裁员的 有 有这个公司 就 公司规模小嘛 嗯 就关了的 现在也没工作 基本上 你对这个方面有没有 这个 其实也一样 就是 我从 也有压力 一样的 现在来说 从公司最高峰的时候 75人 现在其实 如果只 就是我只保留原来的销售和技术岗位的团队 其他岗位 不如配套一些市场岗位 或者什么也是 就组不裁员 也基本上裁掉了三分之二的岗位 你刚才说到成本压力 现在是利润上的压力 因为你要最后 你成本是一个 你最后销售价格是一个 你最后 这个一减 这个差 才是你真正的利润空间 你感觉就未来的利润空间方面 会和以前比 会有更大的压力 还是说保持不变 还是 利润现在肯定是 压缩的比较 最少比原来的利润 要降低了30%吧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我是相信其他行业都差不多 那得是那是从成本方面提高了呢 还是说从最后销售端的这个 两端都在降 一是市场竞争大了 所以你必然压缩你的利润 第二这个劳动力用工成本 海原材料成本都在提高 也就是说成本高 其实两头都在 那因为市场竞争者多了 就是增多粥少 或者蛋糕分的少 可以分的蛋糕少 那你下一步 有什么样的 就根据现在或者说对未来这个预判 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我刚才讲的二次创业 希望在二次创业中 把一次创业遇到的一些问题 总结好回避好 第二要把之前一次创业 产生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 应该自己负责社会责任 社会压力 社会问题要解决 第三就是能够为家庭未来 就是因为毕竟今年也45 能够为自己60岁吧 或者55岁以后的生活 做一个铺垫吧 为未来能够有机会去全球转一转 有机会去享受一下自己 年轻时想做的一些活动 运动想去的国家 都完成了 因为毕竟创业总统的 很少有自己的世界和什么 这胖妹面装排队排的你看看 都排到互动口了 来北新桥卢主吧 啊 到了这 对 这不是吧 北新桥卢主 排到这吧 走 这也排队啊 还行 我的天哪 是文件对吗 你我带一下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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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这年龄段 再往后 我感觉好像就是目标会更加的清晰了 或者说很多杂念啊 或者说慢慢的都会滤掉 然后就可能真变成一个唯一的目标 最后成为自己的一个终生的一个方向 我现在其实也在想 就是说孩子在真正步入社会工作之前 那肯定对于我来说 我也是有一个责任 就是说我要给他梳理一个什么样的榜样 最起码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积极的 然后是一个去敢于尝试敢于探索的 虽然我可能没有年轻时候那种动力 或者说那种冲动 但是呢就像你说的 我们积累了这么多样的经验 这些经验对于未来能更有帮助 我就希望把太郎能够弄带好吧 然后他做成 我倒没有想说他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让他知道他自己是谁 就像IB体系里边那个who am I 就是第一个话题 who am I 那知道自己是谁 你是一个事业型的 我是属于一个跟家庭型的 所以在男人里边可能少 一样 咱们身边很多都是 我最起码接触到萨特很多都是家庭型 事业型的各自有各自的社会属性 因为这一个家庭不能都是事业型的 确实教育孩子是要花精彩的 所以我们都普通家庭 教育是很重要的一切 不管你最后把孩子教育成是 未来是事业型还是家庭型 总有家庭有一个人要做事业型的 就像我跟我爱人最开始可能都是为公司嘛 但最终还是要有一个人 静下来为孩子忙 我感觉现在真是站在了一个人生的路口 身后是我们走过的路 然后前面呢 出现了一个或者说两个 或者隐约有一个什么样的路 就靠我们怎么走 可能我们根据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有这么多点经验还是 根据经验最后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吧 毕竟我们人生刚过一半 对吧 有些东西去说 前半程没有完成的 那我们就把后半程来去 也不能说弥补 我们把它去做完 这样人生才圆满嘛 我是这么觉得 所以你看你是前半生是忙事业 然后后边呢 虽然事业没有放 但是有些经历就会分到家庭上 我呢就是前半生忙家庭 后半生我要想一个 我要去准备做一点和事业有关的事 你看你这老怕手机就不离手 不是电话就是那个叫什么 回微信 就是不想做事业行 什么 就不想做事业行 那你把手机做 因为原手机可以给我 你可以坐这个门口 站着门口靠着墙 大姐来玩吧 好 好